黄牛水牛大奶牛 这诸葛亮可不是一般的牛 他就说了 三天时间要造出来十万只凋零箭 各位 这可是天方夜谭呢 周瑜一听眼睛就是一亮 孔明先生 咱们君子一言 快马一鞭 一言出口 四马难追 如波染造 是板上钉钉 妥了 孔明先生 有道是君无戏言 咱们得写下君令状 孔明点了点头 那就请笔墨伺候吧 周瑜一白手 有小孝 把这君令状和笔墨都拿来了 君令状啊 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红头文件 这都是智势的 诸葛亮拿起笔来刷刷刷点点点 写的是清清楚楚 立状人 诸葛孔明 今奉周都督之命 三天之内 监工制造 十万只凋零箭 如期不能完成 干当军令使人头献上 然后签圣名 化圣鸭 诸葛亮一抬头 自敬啊 我给都督 立了军令状 没有中保人 这玩意儿可缺劲 我看你闲着也怪难受的 给我做个宝人吧 也不管人家鲁肃愿不愿意 诸葛亮啊 就在自己名字底下写上了中保人鲁肃 然后把笔呀 往鲁肃手里头一递 自敬 你也化个压吧 鲁肃心说 诸葛亮哎 你这就是要死啊 你找死 你肯定得死 你死了没关系 你还拉个垫背的 让我跟你一块儿死 诸葛亮不管鲁肃怎么想 把笔往他手里头一塞 推着他胳膊腕子 就在这军令状上头 就化了压了 鲁肃心说 我可倒了八倍五的血没了 这回呀 把我也给垫进去了 哎呦 想救你我都没有机会咯 可诸葛亮呢 就跟没事儿似的 把军令状交给了周瑜 周瑜看过之后 让军政司啊 把这军令状给收起来 周都督高兴 酒宴摆下了 不多一时 罗列背盘 真就摆下丰盛的酒宴 诸葛亮坐到这儿 陪着周瑜 有心搭茬的还喝呢 咱儿啊咋呀吃得挺香 鲁肃在旁边看着 哎呀这孔明啊 没心没肺 你是得吃得香 吃完了就得掉脑袋了 可是他没辙呀 酒足饭饱之后 诸葛亮起来告辞 周瑜和鲁肃赶紧起身相送 一直送到原文 眼看着诸葛亮的背影 这周瑜呀 特别的不明白 鲁肃也是直发傻呀 嘟嘟啊 诸葛亮说他他他三天 交十万只凋零剑 是不是其中有诈呀 就是神仙也办不到啊 哼哼哼子静啊 你管他有诈没诈呢 诸葛 诸葛亮这不是 拿自己脑袋开玩笑呢吗 子静 咱们有军令状 到时候他交不上来 我自然就砍他 别着急 我再给安排安排 让他诸葛孔明插翅 也飞不出我周郎的手掌心 说着话 就把军将给叫来了 告诉这军将 孔明先生啊 三天之内要监工制造 十万只凋零剑 你们必须给我拖延时间 谁也不能好好干活 造剑所需的材料呢 比如说剑杆 什么灵毛 胶漆 铁等等等等 都要缓缓的支付 到最后也不能给齐了 你们可听清楚 要是打造不出来 你们就领赏 要是打造出来了 你们就受罚 遵命 遵命 这军将不敢说旁的呀 答应一声退出大仗 到现在这鲁肃 可全都明白了 这就是周瑜所说的 公道斩制 周公锦一阵的冷笑 用手指点江边 诸葛亮啊 诸葛亮 你就是有道转千坤之术 也难逃一死了 呃 紫敬啊 你马上到诸葛亮那 打探打探 假意的关照关照 看看他到底有什么办法 没有 鲁肃一听 对对对对 我是得去呀 一溜小跑啊 又倒在江边了 一看 这书童明月 正在这站着呢 呃 明月小书童 呃 孔明先生 在做些什么呀 明月乐了 呃 我家先生啊 正在船舱里头 坐着呢 鲁肃心说对 对对对对 诸葛亮啊 正坐着发愁呢 人逢喜事 精神爽 闷来 愁长 顿睡多呀 他一定是精神不好 可千万别出意外呀 跳江自杀 那可不合适啊 鲁肃挺着急 一聊袍筋 走进了船舱 抬头这么一看 嘿 真是出乎意料之外 就见这诸葛亮 背朝东 面朝西 坐在小桌子旁边 正跟疏童清风啊 在这下棋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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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白子 轮流这么摆 是好不惬意 再偷眼一看 诸葛亮是满面带笑 兴致还挺高呢 鲁肃心说真奇怪呀 这人怎么不怕死啊 哦 大概其是末日狂欢 知道自己要掉脑袋了 先乐呵乐呵再说 哎呀 这诸葛亮啊 品质相当的高 这末日狂欢 他就是下棋 要换给旁人呢 肯定就吸毒去了 就搞对象去了 要不然就打游戏 打个通宵 他是娱乐到死 哎呀 我得惊动惊动他 呃 是弹嗖一声 诸葛亮一扭头 哦哦 原来是紫敬来了 清风书童啊 你到外面找明月玩去吧 我有话要跟紫敬先生谈上一谈 清风书童站起身形 他就走了 鲁肃落座 一指着棋盘 空明啊 你可真有闲情雅致啊 呃 紫敬 我闲着没事 下盘棋 这有什么新鲜的 啊 还有什么新鲜的 空明 你有重要的事 你不知道吗 啊 我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啊 你全都忘了 你已经死到临头了 你在中军帐里头立了军令状 三天里 要造出来十万只凋零 造不出来直接就砍脑袋 这事还不着急吗 哎呀 哎呀呀呀呀呀 我诸葛亮的的确确实忘了 资敬啊 要说这个事可就怪你呦 啊 你怎么还怪我呀 肚子疼怨造王 哎 你纯粹是瞎怪 哎 自敬 昨天的事你忘了吗 我嘱咐你 让你千万不要告诉周都督 说我识破了他的反奸计 可你怎么样 是不是跟他说了 他恨上我了 想这么个主意 要害死我呀 哎呀 卢素一听啊 也特别特地后悔 空明先生 都怪我不好啊 我不该告诉公锦 可是他让你十天 交出十万只凋零 谁让你说用三天的 你冲这能耐梗 有什么意思啊 你不答应多好啊 你是客人 你要是不干这活啊 他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哎呀 自敬啊 你好生糊涂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周于他存心 要加害于我 而且还要名正言顺 不让江东落一个 害贤之名 这十天内 如何造得出 十万只凋零呢 就是二十天 三十天 四十天 五十天 我也造不出来呀 所以呢 我故意说大话 我镇护镇护他 打媳妇踹床帮 我是假横啊 再者说了 周郎的主意多多呀 一定告诉工匠 让他们呢 拖延工期 我要剑杆 没有 要油漆 没有 要剑头 也没有 十万只剑 把我泪屁了 也造不出来呀 鲁素心说 呵 这诸葛亮全都知道啊 空明先生 你既然都明白 为什么还让我给你当宝人呢 哎呀 紫静 你说这话就更没有道理了 因为当初你从江下 把我带到柴丧 你在我家主公面前 说的是清清楚楚 把我平安而去 平安而回 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嘿呀 空明啊 这事我还真得管了 这么办吧 今天晚上 我就准备一只快船 我偷偷的把你放走 明天拂晓 你就可以到在返口面见皇叔 咱们偷偷的跑吧 诸葛亮一听可不乐意了 紫静啊 你这是吃剩饭 你出馊主意 我诸葛亮生的伟大 死的也得光荣 怎么能够当逃兵呢 我这么大人 就跟耗子一样 我滋溜滋溜 我钻回去了 虽然是把命给保住了 可是把人给丢了 嘿 这鲁肃一听 感情诸葛亮还挺要脸呢 我说空明啊 你脑袋都要没了 你还要这么一张脸 将来你把它长到哪儿啊 哎呀 空明叹了口气 紫静 你真要是想帮我的话 就借给我点东西吧 这些东西就能救我一命 哦 孔明 那你就快说 只要是我有的 肯定借给你 孔明轻咬雨善 紫静啊 我要这些东西 你是轻而易举就能够办到 你借我战船二十只 每条船上要三十名水手 船上用轻步慢杖 每条船上呢 还要有甘草一千树 我是自有妙用 卢肃就不明白 诸葛亮要这些 嘎起马巴的玩意儿 这是干什么呢 这跟造舰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 孔明啊 你还要借什么呢 还要每条船上 再放两面战骨 嗯 好好好好 我明天一定啊 给先生你送来 千万 自敬啊 这回我得嘱咐你了 绝对不能再告诉周瑜 你要是再告诉他呀 我是必死无疑呀 孔明你放心 这回呀 我长记性了 绝对不说 卢肃起声告辞 诸葛亮拉着他的手 自敬 这些东西请你明天给我准备好 放到江边听我调用 千千万万不能告诉周郎 我知道我知道 一定照办呢 这鲁肃回到大营直奔中军保障 这时候周瑜啊 正在灯下看兵书呢 一看鲁肃进来了 自敬啊 你来得正好 到江边去没有啊 看见孔明了吗 都督 我看见了 哦 那诸葛亮 他在做我些什么 呃 他在船舱里头啊 跟书童下棋呢 那造舰之事 可曾提起呢 诸葛亮有如何打算 呃 都督啊 我也说不太清楚 诸葛亮就跟我讲 说时间呢 还长着呢 还有三天呢 也不用着急 他造舰 也不用竹子 也不用灵毛 也不用娇 也不用妻 任麻都不用 他是自有道理 我问他有什么道理 他说呀 无可奉告 我自讨没趣啊 看他跟童儿下棋啊 我也插不上嘴 转身我就回来了 周瑜一听是非常的奇怪呀 可又猜不出什么破绽来 一琢磨 我管他哪那个孙子呢 反正三天过了之后 我找他要剑 要不来剑 我就要他的脑袋 咱们单说鲁肃 告别了周瑜 回到自己的寝障 坐到这就琢磨 诸葛亮借那些东西 跟造剑确实是没有关系呀 但是我已经答应他了 就一定准备好 而且不能告诉周瑜呀 卢素叫过一名 心腹的偏将 就把诸葛亮要的东西 仔仔细细说了一遍 你明天呢 就准备齐毙 给孔明先生送去 一切听他的安排掉钱 必须严守秘密 倘若走漏风声 我是定斩不饶啊 尤其得注意 绝不能告诉周都督 末将尊令 这原偏将吓得是连夜准备 一边准备 一边还想呢 哎呀 鲁肃平时客客气气的 今天怎么这么横啊 大概其是吃了枪药了 可又一琢磨 不对 我们这是后汉年间呢 这枪药还没发明出来呢 这鲁肃他怎么吃的 哎呀不知犯了什么病了 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 也就是造箭的头一天 鲁肃提心吊胆 暗中替诸葛亮啊 捏把冷汗 派人到江边去打探 这人回来禀报 说孔明先生在船上下棋呢 鲁肃心说怎么还下棋啊 这棋影够大的啊 到了第二天又派人江边打探 回来禀报 说孔明先生在船上喝酒 哦 鲁肃心说这起饮过去了 酒饮又上来了 嘿哟 你真喝得下去呀 再熬到第三天脑袋就搬家了 第三天派人又打探 回来又禀报 孔明先生在仓中大睡 哎哟 鲁肃可真着急了 都说孔明聪明啊 可现在怎么变了 傻吃捏睡火化石 跟二傻子差不多了 鲁肃如坐针毡 连饭都吃不下去了 一溜小跑 就到在了江边 这时候啊 天都黑了 鲁肃猛一抬头 嗯 发现有两个人呢 手里头提着灯笼 往这边走 到进前一看才明白 原来是诸葛亮的两个小书童 清风和明月 俩小童子啊 也看见鲁肃了 哟 鲁大夫 我们奉先生之命 去请您陪他喝酒去呢 啊 鲁肃都快哭了 心说诸葛亮 你好大的胆子 你也是没心没肺呀 生死关头 还喝什么酒啊 啊 对 大概其这个 就叫断头酒 鲁肃跟着童子 奔小船来了 一看诸葛亮 让在船上的 和平常是一样 和颜月色满面春风 子敬啊 你来得正好 我已经把韭菜都摆上了 快快落座陪我吃酒 鲁肃望着一座 满脸不高兴 孔明啊 你是怎么回事啊 十万支箭在哪呢 明天一大早上 可就要交箭了 诸葛亮乐乐呵呵 给鲁肃满酒 子敬啊 不用着急 先吃饱喝足了再说吧 鲁肃也是没辙呀 反正自己这晚饭还没吃呢 肚子也挺饿 就坐到这儿 陪着诸葛亮啊 就喝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 进来一名军校 骑兵先生已经四更天了 诸葛亮点了点头 立刻开船 军校遵命就走了 鲁肃赶紧就问呢 孔明 这黑灯瞎火的开船干什么呀 子敬 我们开船去取舰 卢素一听更奇怪了 哎哟 哪位好心能把舰替你造好了我 咱们上哪儿取舰去 子敬 不用多问 到了取舰之处 你自然就明白了 一会儿的功夫 诸葛亮乘坐的这条船 还有另外那二十条战船 就全都启动了 二十一条船呢 就用长所相连 一起往江北驶去 鲁肃真是不明白 孔明 这船是往哪儿开呀 呃 船往江心开 痛言几杯 你陪我呀 观看观看江面的夜景 鲁肃差点晕过去 心说坏了菜了 准是诸葛亮啊 交不出十万只凋零剑 他要疯了他 他也知道 明天就要斩首了 而且要受辱 一定是想喝个痛快 倒在江心 哭通一声 跳进江里头 他就自杀了 哎不行 不行啊 我一定得盯着点 他一要跳江的时候 我砰 我把他腿就抱住 我就像拖丝狗一样 把他给拖回来 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 死之福还不如活拉拉鼓呢 哎呦 这鲁肃啊 心里头是胡思乱想 这时候二十一条船 已然倒在了长江的江心 这地方水流还挺急 船是逆流而上浪花飞溅 煞时间江雾弥漫呢 军校来到船舱里头 呃 启禀先生 长江中大雾弥天 诸葛亮文庭太高兴了 嗯 好 大雾来的太好了 诸葛亮站起身形 把酒杯一推 自禁 我们出舱去观看雾景 你看如何呀 哎哎哎好吧 鲁肃心说 我得揪着你点 无论如何 我不能让你跳江 那自杀呀 那不是好事 诸葛亮拉着鲁肃 俩人游得船舱里头走出来 立在了船头 果然是好大的雾啊 对面不见人 上街高天 下垂大地 明明默默 浩浩漫漫 穷浩无光 朝阳失色 于别遁忌 是鸟兽前宗 鲁肃望着一站 他是捏呆呆的发愣 虽然说这鲁肃生在江东 可是亲临其境 到江里头看大雾 这还是头一回呀 诸葛亮看着大雾迷天 这才要草船借鉴 咱们下回再讲